中国军功成就斐然 未来十年发展路在何方 如果按中国目前这个速度 十年 中国的先进的兵舰 就将比肩美国 超过美国 五类战争形势演变 未来战争核心技术在哪里 预计的五类战争 科技的权重是越来越大 公司与行业得悲论趋势 军工技术之变 各位观众 上次讲了特朗普引爆军事工业以后 有许多电话 说是还没听过影 我今天想再具体化一点 具体化什么程度 就是军事技术 与未来战争的样式 这个人类的战争很有意思 我大概把它概括为 比如说这有四五个阶段 四五中类型的战争 冷兵器 大家知道那就是拔刀 这个横道列马 都是那种那种古代的 我们小说里面看到的那种冷兵器 然后就是热兵器 我这里举一个很悲催的案例 我不去说马克星中机枪出来 在东南亚那里 那一天大概是四五千个人 倒在机枪面前 没人欲欲的过去 八国联军打我们国家 当时清朝的官军 官方部队是多少 12万 但是他们八国联军 一共才多少 一两万 你是拿长矛 大刀 人家是矛射枪 第三代 那就是机械化战争 什么叫机械化战争 二次大战最经典了 闪电战 马其诺防线 法国人耗尽了国力 故炉金汤 但是人家不和你玩这一套 人家玩的是 现代机械化的 这个飞机架坦克 这种闪电战 它是靠机械化工业经济来奠定 到了第四代 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展示给世界 看的是一个什么 信息化的战争 就精确的智能炸弹 大概是占整个炸药炸弹的8% 但是它完成了整个被轰炸目标 80%是有精确制导的 炸弹给毁掉的 在伊拉克战争 就十年以后 海湾战争十年以后 用了七分之一的航空炸弹 还不是指的所以炸弹 用了七分之一的航空炸弹 解决了所有的战予目标的轰炸 这个绩效比很厉害了 美国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引以为豪的就是海空一体 海空一体它还是不够的 它把天 海空 这个空我们一般理解 就是在大气层里面 现在它超越卫星期是这样 最关键是太空 太空现在还没划定归谁 所以我们早年风火长城 风火墙看到烟出来 后来我们登高望远 用望远镜 最后雷达 现在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所以到了第五代战争 我认为有这几大特点 第二特点 智能化 智能化表现在陆军空军等等 这个第五代战争没有人了 它就是智能化的无人飞机 智能化的士兵等等 这智能化 另外一个就是无炸药化 就第一个智能化是 等于是无人化 然后是无炸药化 就所谓的激光也好 电磁爆也好 都是类似无炸药化 再一个就是战争的空间 是越来越大 就是在比如说在月球 现在中国人要到月亮背后去登陆 我们的卫星 我们的着陆器 放在月亮的背后 美国人 他就不知道你在月亮的背后 要藏什么东西 当他自己率先到太空上去了 第五代战争 这是未来的战争 这个未来也就是当下 如果要爆发大战 强国之间的战争 肯定是这样的战争 就是智能化的战争 整个智能化的战争 是讲电磁 讲电光等等 这是我认为是第五代 那就更厉害了 当然我们今天能够被比较多的总结的是 第四类的这种信息化的战争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在海湾战争时期 这个整个美国人动用了 七十颗卫星来指挥 帮助指挥 到了十年以后 伊拉克战争了以后 他动用了多少 九十颗军事卫星还加几十颗民用卫星 然后他在波斯湾海上的这种先进的兵舰的一种电子的侦察 然后围绕着月旦了沙特了 这些国家的这种边境上的这些国家的电子的情报 方方面面的情报 整个伊拉克军队 所有的信息几乎都他在掌握 然后他再通过特种部队的生路 再加上购买他们潜伏的人员 所以这场战争真的是惨得一塌糊涂 所以战争一开打 我们国家还有军事评论家 在说这个战争还将耗多少时间 还在说共和国委队将有多么勇敢的抵抗 后来吹枯拉醒 五十多万部队 说完蛋就完蛋 因为他首先是解决 解决你的信息链 把你的信息链给解断 然后把你的整个的大脑 所谓的信息的控制中心 把它给干掉 所以我说 先进的科学技术 在这个领域内的发生的作用 是真的是带有颠覆性的 中国要和美国比和俄罗斯比 战略型的重型的武器不如他 比如说攻击型的核潜艇 在海军里面 我今天再讲个数据 现在我们的这个和美国之间的比较 我们真的这个事情 现在几乎是像下饺子一样 什么叫下饺子 一锅饺子 那就是几十个 现在我们国内自己公开披露的 就2013年 我们的先进的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核潜艇 包括两栖 两栖的这个登陆舰 以及其他列潜艇等等 一共是28条 一年就28条 现在我们立章的 052型 052D 这样的一款新的 在世界属于一流水平的导弹驱逐舰 我们现在列装的4条 正在还要已经下水的 现在公开披露是8条 有关方面说 就是在做到18条以后 我们可能速度会相对慢下来 但是不会停下来 因为这一款是技术 科技含量相当成熟的一款 在这同时 我们的055型 什么是055型 那这比如说就相当于 巡洋舰吧 排水量 刚才我讲的排水量 都在7000灯左右 大的是7500灯 现在055型排水量 大的可以做到 15000灯 我们过去说是万灯了 15000灯左右 这样的一个兵舰 而且是双 称之为双绳凳的 一种超级的驱逐舰 什么叫双绳凳 它和绳凳 我们052D相比较 它是双向的 这个雷达 这种技术 也是只有美国和中国 拥有的 我们已经走到那种程度 总而言之 如果说按中国人 每年下角之 一年立装一个舰队 我们国家才三大舰队 东海舰队 白海舰队 南海舰队 一年成就一个立装 立装就是说 进入军队战斗序列的 一年一个舰队 一年下水一个舰队 一年开工一个舰队 这种速度 美国人急死了 如果按中国目前这个速度 一个年代吧 假意识是十年 中国的先进的兵舰 就将比肩美国 超过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是276条 现在特朗普说 我上台要把它整到355条 所以我为什么说 特朗普将引爆军工产业 这个军工产业不得了 造一条兵舰 比如说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差不多就是要多少 叫100多亿美元 100亿 最近美国人搞出话头了 说是领先这个时代 是隐形的 超级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 这个驱逐舰称之为朱姆奥尔特 朱姆奥尔特这一条舰 如果把科研费用摊上去 现在它造了三条 要总数要达到多少 是225亿美元 就差不多它要超过 两条福特级的美国的航空母舰 所以这个军费的这种投入 美国这个事情 它现在感觉很上脑筋了 所以美国这个方面 它很纠结 究竟是投到这方面 还是投到另外的一些新式武器 所以总而言之 美国特朗普上台以后 将在这方面花大力气 那么和俄罗斯的支比 我们从发展趋势角度讲 我们超过俄罗斯 那是指而可待的 但是我们在一些重心的和它有距离 那问题是和美国相比 和老大老爱 你们之间比一比 从当下角度来讲 我们和美国比 真的还有很大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艘买来改装的辽宁航母 我们自个的买来改装的航母 现在刚刚围绕着台湾都有一圈 我们国产的航母还正在船坞上 马上也要下水 但是美国就已经有这条航母 而且他马上 特朗普说 如果他上台 还准备再增加两条富特级的航母 所以在这些领域和他们比 真的不能比 尤其是他们在战略性的轰炸机 他们B5赛老牌的 B1B1 它有三种款式 我们今天一款都没有 现在我们提出来 要和俄罗斯共同开发 大概在五年 我今天看报纸说 海外情报机构说 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培养 未来战略型的轰炸机 轰炸机的驾驶员 他们就根据现在培养驾驶员 和他上去飞 驾驶这样的飞机 最长不会超过五年 换句话说 这样的战略 战略型的隐形轰炸机 我们很可能几年内就可能出来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和美国的差距依然很大 当然在核导弹问题上 那没得说 尤其是在核潜艇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的核潜艇 也有说它要下水的核潜艇 是96型的核潜艇 它的整个方方面面的标准 可能已经很激进了 美国的先进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差距还是有 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 是军事工业的潜力 这个潜力究竟体现在哪里 我这么讲 现在美国生产 福特级的这个航空母舰 福特级 330公尺长 77公尺宽 这么庞大的一个兵舰 它的船物是很特殊的 这个美国现在只有一个船物 我们国家生产万多人以上的 这种大型船物有多少 全国现在是526个 能够生产福特级这样的航空母舰的船物 是多少 是30个 如果我们国家真的也是走上军工扩张的道路 军事工业扩张的道路 那么如果同时在有条件的 我们现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同时开工不是三条 30条都有可能 这两天美国人也很纠结 他们要生产先进 我刚才讲的朱姆欧尔特 这样的先进的隐形兵舰的时候 用的干船物 所谓干船物 你在放水 它存在底下 你在上面生产 基本的时候 它在上面 然后你这个船物下沉 这样的一个船物 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家人家会生产 就是中国 就是上海的振华 所以全世界要进口这样的 它现在已经从中国进口了 所以它未来要进口这种大型 现在哪一个国家工业制造能力 那我就这里讲工业制造能力 全世界之罪 虽然我们在好多领业内和它相比 还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一些工业的制造的 军工的潜在的能力 我们这里不得了 我刚才提到的 C55我们国家的战略舰 所谓的排水量在一万几千灯 这样的荡量 它的价格是多少 海外评估下来是五亿五千万 朱姆欧尔特这样的 我刚才说了 三条差不多是225亿 那就是75亿 75亿左右一条 我们是它什么成本 所以如果发展下去 早年我们国家工业产品 在老百姓民用的方面 比如说乔布斯 这个危机爆发以后 奥巴马问他 你应该把工厂拿回来 他说工厂拿回来可以啊 但是我的成本要后面加个零 这个成本你政府贴不贴 这件事情已经体现到军工产业了 所以我们不仅是制造业 它的基础的工业架构存在在那 包括我们的比较优势 现在我们可以预计的 已经发生的预计的五类战争 科技的权重是越来越大 那么说到这句话 王老师 你这个观点就是 谁掌握了先进技术 谁就可能会赢得战争了 我不想回避这句话 在大的角度一定以上讲 这句话是成立的 但是在中美之间另说 这句话怎么讲 当然我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讲 你这场战争如果说是不正义的战争 那早晚要完蛋 这句话我今天不想在这里讲社会学的问题 我是讲军事技术和未来战争 这中间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参与 比如说有一个话题 究竟是战争的需求 引领军事技术的变化 还是军事技术的变化 颠覆了战争的样式 这是一个悖论 我给他一时间 在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认为 往往都是一种战争的需求 导致了军事技术的变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 往往是一些先进的技术 发展于军事 服务于战争 我就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 就今天我们把核电核能运用于民用 当时早年这样的技术 麦哈登计划 主要就是来自军事的需求 怎样要把这场战争尽快的结束 德国人在开发他的核弹 从今天披露的许多数据来看 如果在几个关键的动作上 美国人再晚一点的话 原子弹就是德国人手上用的了 而且我们现在看许多影片 导弹就是德国人在运用 导弹直接直奔英国的轮盾 对英国轮盾的破坏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往往是军事方面的破坏需求 在技术上的突破 然后导致战争样式的变化 进一步的把军事的技术运用到民用 所以我刚才讲了 我们今天的核电掌 核能的民用都是来自军事 但是发展到六七十年代不一样 六七十年代军事的样式靠军事技术 那军事技术靠什么来录 已经是靠民用的了 我在这里讲 刚才我提到的伊拉克战争和海外战队 当时的飞毛腿导弹 我和各位讲 飞毛腿导弹 里面的芯片 竟然不如我们在上网打游戏 这里面的芯片强大 所以民用的打游戏 它版本在升级 为了刺激性小青年去玩游戏 它的要求越来越高 它对芯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这种过程中 民用的走在了前面 先有民用的技术的突破 然后才带来军事技术的突破 我这里和你举几个角度 比如说一金屏 我们大概在二十年前 中国技术差眼差得一塌糊涂 现在称之为是十点五版本的 一金屏的生产线 现在我们国家有四条 日本有一条 韩国所谓我们过去印象中 是在一金屏问题上 它好像是垄断的 今天一条都没有 我们的不是十点五 十一版的最先进的 连美国人都达不到的 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差 我们已经开始 生产线开始出来 已经有稳定的生产 现在我说 民用的科技技术的发展 导致军事技术的发展 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 主要是市场 这个市场博大 今天我们还知道 在电视机领域 在什么领域 还有日本人 还有美国人吗 几乎中国的白色家电 中国电视机都是中国 现在手机 华为已经开始要拿出一种 积极要替代的这种趋势出来 所以市场的博大 导致了整个技术的发源地 开始颠覆中国 现在网民达到七个亿 你美国人人口一共才多少 一半都不到 所以中国现在军事技术的一些突破 衰先是和它的市场规模一样 这种市场的规模 军民的联合 比如说我们碳纤维 既有军方的 也有民用的 方方面面都在 都在出出这件事情的发展